有没有留下遗嘱很重要 来看到这名80多岁女士 她过去之后留下了 4000多万现金遗产 跟高额的黄金不动产 初步的身价估计有1亿多 但没人继承 最后只能充公 我们人只有在身体不太好的时候 你会静下来想 因为平常我都很忙 希望把我所有的财产 都可以捐给公益 南台湾知名骨科权威医师 同时也是意大医院院长的杜元坤 行医30多年 每个月都会捐出一半薪水做公益 金额已经高达1亿多元 没想到去年的她 生下一场大病 暴瘦22公斤 立下遗嘱遗产全数做公益 做公益做了大半辈子的杜元坤 就连遗产的分配也已经决定好了 不愿变成欺小的财产 只愿当公共财 这种精神令人敬佩 不过也有一种情况 是因为没有人认领 遗产就会全数充公 四个顺位如果都没人继承的话 也没有立遗嘱遗证给其他非继承人 那这所有的财产 因为没有法律上所称的继承人 就可能会归于国家所有 财政部国库署公布去年 国库收到无人继承遗产 高达1亿7575万元 创下历年来第三多 其中最大笔金额是住在台北市 士林北投区一带 一位超过80岁的黄女士 过世后留下房产 黄金现金以及银行利息等 缴纳完遗产税 还有4000多万现金遗产 粗乎证明富婆生前的身价 可能超过1亿元 由于没有人继承 直接绞入国库 可谓一爱人间 不过多数有钱人在生前 都会立好遗嘱 就连后代子孙也会积极争取遗产 全少有绞入国库情形 但这些巨额财产不会被浪费 还是会被政府拿来造福社会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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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